总统候选人第一次电视证件会18号落幕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看着蓝绿局交锋 大算都在喷口水 更把矛头指向攻击性超长的蔡总统直说 变成了刺猬也没有用 但是面对独派爆料 警仰文化总会用公帑来帮蔡英文助选 还意外走出文总秘书长林景昌 2014年帮柯文哲操盘选举时 曾经有拿出四张零号发票 要科办吐出2200万元 林景昌早上亲自发了声明不斥 绝不姑息即将提告 而柯P在出席民众党所举办的 全台大众走活动时得证实 林景昌当时没管钱 但相信文化总会在这次2020选举 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民众党党哥首次公开献唱 部分局立委候选人大集结全台大众走 请我们的柯主席把这个棋子 交给我们的邱承远 柯主席亲自授旗 但总统候选人证监会18号首次登场 柯文哲脸书大酸 少此话是国安危机 候选人整天喷口水 没人要讨论 平常他们也没有在讲什么证件 所以就是当作一个口水扇看一看 尤其总统蔡英文 外界评价很有攻击性 在柯P眼中却不值一提 变成刺猬也没有用啊 今天是因为反送中 因为香港问题跟韩国瑜 实在是准备不够充分 才让蔡英文有这个优势 但蔡英文的执政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台湾人民满意吗 先前文化总会 办体育英雄大游行 也被独派喜乐岛联盟警咬 质疑他们用公堂替蔡总统助选 更扯出秘书长林景昌 2014年替柯文哲助选时 拿四张连号发票 要科办吐出2200万元 消息一定不太正确的 林景昌从来没有在管钱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 我林景昌拿什么账单来 人家说谣言要像 好歹也要七分针三分夹 但是也不能那个 一分针九分夹 林景昌本人发声明 说文仲不为特定政党服务 2200万指控 绝不姑息 直接提告 亲自庶民说 当时不挂名不碰钱 但文仲在这次大选角色 科批议席化 也引发想象空间 文总在这次选举 选举一定有扮演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也会不意外 记得陈宏强 刘宜骏 周卫杰 台北报道